刚刚录完的那个 结果他会看一下 可以看到先把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先 看到然后然后我再把先把它删掉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切到那个聚集里面的 那个聚集按编辑 编辑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你如果理论上再执行一次 他应该会walk 他应该会自动产生一个跟刚刚一样的结果 这个是录制聚集 他之前 给你的这样 就是说以前他我们通常是录完 执行 就会把 同样的动作再做一遍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应用的话也可以这样 但是 枢纽分析表 会有几个地方可能会卡住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聚集1 当然如果第一个啦 我们在还没执行他之前 如果你希望不要叫聚集1的话 你可以改名称 不过有时候改名称之前 我习惯 把这个干脆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呢在底下贴上 Ctrl V 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旧的 然后这个名称来改 这个名称也许叫 叫什么 枢纽 叫什么 枢纽 枢纽分析自动 聚集 假设 给他一个名称 那有别于 就是你不要给他一个完全 不知道这什么东西的一个程式 所以这边的话 好 那接下来底下的注解 这个我想 这个其实我有点多余 我希望把它删掉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你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要做出 一样的结果 可是你现在把它执行 他会跳出 什么呢 程序 什么 扑教 或 引述不正确 那这地方的话 为什么错 那各位你不要急着说 假设你看到这个画面 不用紧张 他有个真错 请你按下真错 他会告诉你 就是这一行错 那为什么这一行错 基本上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基本上 这个物件叫 Active Workbook 指的是 工作部 指的就Exale 后面点就是说 它会产生一个叫什么 叫Pivate Cache 指的就是什么 我们插入那个 数据分析码旁边不是有 一个 好像一个那个图形 那个就是Cache 因为我还没有 放任何 栏根列上去 它会产生一个Cache 后面会create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会给你一些栏位 那其实 这些前面 什么呢 Source Type 资料库 实际上就从资料库来源 然后呢 Source Data 它会是找什么 我这边问卷调查02的 这个范围 那R1 C1指的是A1 R15 C15指的是 那个什么呢 列跑15 就地区数列 C15的话 15应该是O 应该是O15 就等于那个范围 那 版本它这边有14 不过这都不是很重要 荣耳会错的部分 其实关键在这里 叫 Table Destination 冒号等于这个 后面这一串 其实 是错误的 你想说为什么错误 你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产生的是工作表8 它现在是工作表4 有没有 那也就是录制的时候 其实 就是 工作表4 可是因为我又增加又增加 名称当然不可能每次都一样 它会一直加1加1加1 所以呢这个名称的话 它变成固定的 那怎么办 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的话你可以把 这个工作表 但如果你要让它这一次可以跑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工作表8 OK 如果你把它改 对应到下面的名称 可能你不一定是工作表8 你可能是别的名称的话 你如果现在去把它执行的话 按F8 看一下会不会过 有没有发现 过了 特别是有没有发现 后面这个地方 它可以出现 Cache 特别是刚刚讲的 那个什么 Private Cache 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个东西 OK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了解 那个村友分析表 有时候反而在程式里面 反而可以 得到的讯息更精确 对 那可是不对啊 你也想说 那如果下一次又再新增 那不就是工作表9 工作表9 永远都要改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 以后如果说你要 假设要自动化 那就不能用这个方式表示了 那用什么方式表示 我的习惯 第一个请你把这个 双引号到双引号的范围 删掉 第二个的话你可能要学会 就是 告诉他 一些讯息 用 所谓的那个 工作表物件 那所谓工作表物件 特别是在Excel里面 工作表物件 它 实际上就是 去词 工作表 物件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等于后面加一个去词 刮符 给他 里面的话 告诉他说 你的工作表在第几个 那目前呢 我的工作表在第2个 所以呢 我就输了2 然后面的话呢 告诉他说 那将来这个catch要放在哪里开头 理论上他预设是 A3 储存格 A3储存格的话 在 那个 我们BPA里面 你就必须用Range 物件 告诉他 所以Range A3 意思就是说 我要放在第2个工作表里面的A3储存盒开始 所以关键在这里 OK Range 不过这边还是有个问题 第二个 那如果我 变更的话 怎么办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了一些方法 当然 方法是很想出来的 OK所以 关键就在这里啦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后面就简单了 好 那我假如说我用这个方法 然后 来跑的话 那后面再来就是这两行 其实这两行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4.16 这一行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那 这个Sales 删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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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话 我就让它跑一下 下面应该可以再继续 性别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刚做动作 性别把它拉过来到列 然后结束 再来的话呢 做什么呢 再把技术放下来 设定它的百分比 OK 全部跑完了 其实呢 这个地方 会跑出结果 但是 又产生第2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里面的这个地方变百分比 OK 那我看一下 所以第1个问题 解决的方法 就是 把这个改一下 这两行把它 把它看刪除或註解 第二个可能如果你要解决第二个问题的话 请注意一下 本来奇怪我想说 奇怪理论上跑应该没问题 后来我发现 如果你两个栏 比如说在列性别 在加种百分比那部分也是性别的话 那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什么 Private Table 性别的本来是Wiz到Wiz 把它跟下面这个 做颠倒就可以了 所以把这一串跟这一串 把它颠倒一下 那我试一下 这边的话两个颠倒一下 然后再重新跑一下再把它删除 试一下 如果程式我刚刚主要是改了 第一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把这两行 试解或删除 第三个就是把刚刚Wiz 到Wiz 刚刚上面这一段把它搬到底下 再来执行看看 执行理论它应该就OK了吧 有没有发现 就完成了 OK 那你想说这地方 有一些细节 我是建议各位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刚刚 我在那个讲义里面 第一个 我有放了一些东西 不过我刚刚光他喷噬 可能就头晕了 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先把那个 就是序齿部分 再重新定义一下 然后呢把那个原来的 第三个动作 跟第四个动作 两个颠倒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就把这边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彻底解决 就是说 现在因为一定是第二个 可是如果今天 产生的工作表 前面又多一个 或者是说 位置不对的话 那当然一劳永逸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 可以把新增工作表 移到最后一个去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 请各位稍微 把那个刚刚的部分 改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改出来